啊!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了清潭殿的寂静 院中桃树栖息的杜鹃兽精 刷得一下飞走了 谢芝刚从房间出来 准备一早去宣平殿席客 当他经过院落的另一处房间 却见门开着 他随意地一瞥 竟然瞥见房里死了人 这可吓坏了他 纷纷踏踏的脚步声杂乱朝远方远去 大概去喊人了 而门依旧大开着 春日晨曦的光尽透了寒夜的冷 可有可无地照在了一个粉白带绿的姑娘身上 那姑娘脸朝下趴在地上 经过一晚上的冷风 身体依然冰冷僵硬 染不上多少温度 楚清一死了 他的旁边站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姑且算不上人 浑身呈现半透明的形状 勉强能看出生前名谋好齿的荣姿 刚死没多久 元神还没彻底消散 自古时方大陆有个众人皆知的传闻 人离世不久 灵魂或者元神逐渐凝聚成无形的光团 沉入无妄海 远离人世纷扰 灵魂沉眠多年 日后纪元到了 就会再度重现人间 俗称转世 而传闻之所以为传闻 没有人知道真相 凡人 修士 妖怪皆看不透元神的模样 传闻到底是真是假 只有死人才知道 此时此刻 楚清亦知道了 这传闻多半是假的 他面无表情盯着自己的尸体 环顾四周 眼神分外冷静 他已经凉了 却不像传闻所说凝聚成光团 飞入远在千里之外的无妄海 不知接下来他去哪里 转世 还是逐渐消散 思考之余 方才撞见他尸体的设有谢知 匆匆忙忙换来了一大帮锦衣窄秀的青衣弟子 门前的一重风铃 隔着生与死的距离 他们站定 看着师姐的尸身 面色滑过一丝亚异 疑惑和警惕 这里发生了何事 楚清亦的房间整洁干净 摆设简单 不像同街的师兄师姐 他们的屋子永远寻着师姐最流行的香膏 内外间以珠帘和青纱隔开 梳妆匣塞满了品类丰富的珠环玉佩 而他的家具简陋的有些离谱 只有一张床和方桌 连椅子都没 第一次被人观看房间 楚清亦面不改色 毕竟人都没了 他活着都不在乎所谓的脸面 死了更不会在乎 弟子们仍站在屋外 被精仪笼罩 面容桥不见一丝一毫的哀痛 甚至不到虚余间 连那分惊讶都消失了 楚清亦心想 也对 这些人与他来往交际稀少 彼此感情疏远 这样的反应合乎情理 他的视线轻飘飘的 落到了为首的大师兄 框怀青身上 他黑发黑眸 透着一股寡言内敛的气质 此时眉头微醋 嘴角微微绷紧 比弟子们无动于衷的反应大了一些 但也只是一些而已 他出生了 声音冷淡 透着一丝烦躁 楚清亦 小师妹年纪还小 平日照顾几分 是我们该做的 你却斤斤计较 成日对他冷言冷语 昨日我不过将你送的桂花糕给他尝了尝 你便要与我们二人生气 如今又闹什么花样 楚清亦笑了 显然框怀青误会了 灵霄宗清谈殿 内门弟子的住所 重重结界保护 从未出现伤亡的潜力 是整个灵霄宗最安全的地方 他重伤装死 一动不动 在他看来 多半是伪装的 他心机深重 无所不用其极 企图得到其他人的关注和同情 楚清亦越笑越觉得悲哀 十年的感情 他们曾经月下谈天 他曾为他戴上额间的山茶花 一个如此骄傲的修士 跪地像隐居多年不问世事的道君 恳求打造最锋利的本命剑 他毫不留恋把那柄剑当作定情信物送予他 他们原本是灵霄宗最相配的一对情人 若无意外 迟早有一日结为人人艳羡的道旅 而小师妹踏入宗门的一天 一切都变了 小师妹名柳福峰 看着比楚清亦年轻几岁 身高却高了他不止一头 不知来路 天资聪颖 修习法术一点就通 是灵霄宗难得可贵的法修 被道君南门越首位清传弟子 南门越是楚清亦和宽怀清的师尊 柳福峰变成了他们二人的同迈小师妹 师尊常叮嘱 楚清亦宽怀青年岁辈分高 不可欺负同门 要多多照顾小师妹 起初楚清亦愿意与小师妹交好 找机会亲近他 然而小师妹对待他的态度 跟对待别人的态度窘乎不同 他语气轻轻热热 朝别人师姐长师姐短 听得人心花怒放 众多弟子对他十分地亲近喜爱 然而一旦与楚清亦打交道 他总挂着一副得体又疏离的笑 表面温柔友善 实际冷漠的近乎可怕 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恶意 那时楚清亦搞不懂 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 无人教导他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应对方法 便直言问小师妹为何看不惯他 他几次三次的针对 到底想做什么 正好被宽怀轻撞见这一幕 他当下猝眉 则问他不该用这种无理的态度对待小师妹 同时叹息道 轻易你多想了 柳师妹性情柔和 怎会与人心生芥蒂 这话楚清亦听得不舒服 若小师妹没有心生芥蒂 莫非是他一厢情愿阴暗揣测他人的心思 此事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暂时搁置 但到这里还没结束 渐渐的小师妹越来越过分 日子久了 她的疑虑越来越深 疏远小师妹 对她爱达不理 可是小师妹不肯放过她 有次下山做任务 两人是师尊为二的女徒弟 长老根据各位同门的师门关系进行排列 吩咐他们组队执行任务 楚清亦再不情愿 也不得不遵从指令 楚清亦一心追击妖兽 暂时将两人的嫌隙放在一边 配合柳福峰击杀妖兽 可惜妖兽的修为比他二人高深 他们费了很大劲 战了一天一夜才勉励磨死妖兽 临死前他的妖单爆炸 楚清亦及时用护身法器玄规盾挡住爆炸的冲击 而小师妹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被爆炸波及 衣服破碎 浑身染血 下眼剪至唇角部分被火灼烧 有些弟子负责对付另外的妖兽 不在这里 楚清亦连忙使用传声令请求援助 他们赶到时 一见到柳福峰面容惨白 顿时将她围得密不透风 脸色极得清白交接 那时柳福峰有气无力朝他们笑 我无事 不过受了点伤 没什么的 有一位弟子安抚完柳福峰 面对楚清亦却换了副表情 责怪道 同样对抗妖兽 为何你毫发无损 小师妹却身受重伤 楚清亦跟柳福峰不同 平时不太爱说多余的话 但关键时刻 也要为自己的清白辩驳 他冷声道 我拥有玄规盾的保护 那是小师妹在我对面九尺远的位置 来不及将她护在身后 是我知过 你要怀疑我 至少拿出确切的证据 否则少废话 弟子被说得面红耳赤 不曾想楚清亦平日冷冷淡淡 甚少与人接触 但争辩起来 灵牙立嘴 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竟被骂得恨不得钻地底下去了 柳福峰被安置在附近城中的一座客栈 过了不久 宽怀卿撇下师尊嘱托的任务 风尘仆仆出现在楚清亦面前 楚清亦看到他 高兴得杨启纯 然而来不及跟他打招呼 就见他视而不见 冲进了安置病人的屋子 楚清亦呆呆站在客栈门前 眼神划过几分落寞 一个人在门外站着 过了许久才走进屋内 这时 弟子们已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统统告诉宽怀卿 当先前质疑楚清亦的弟子提到玄规顿 宽怀卿顿时冷了脸 楚清亦从未见过他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 怀疑 震惊 不可置信 他看向柳福峰 我记得玄规顿是你的法器 为何会在楚清亦的身上 此话一出 如惊雷落地 方才楚清亦表明自己拥有玄规顿 众人信他了 然而宽怀卿看似疑惑实则笃定的语气 表明玄规顿属于柳福峰 那楚清亦手里的法宝从哪里来的 一时之间 众人愕然不已 觉得被欺骗了 纷纷将愤怒怀疑的目光看向楚清亦 楚清亦简直震惊地失语了 明明这是我的 画壁 他卡住了喉咙 修饰的法宝除了自己和亲密的战友 谁也不会告诉其余无关人事 因他与弟子们格格不入 始终无法融入他们 所以他的玄规顿 无人知晓 弟子们斥责升起 厌恶的眼神如千刀万寡 落到身形单薄的姑娘身上 楚清亦平时积极参与战斗 流了不少鲜血 受过难以想象的身体苦痛 都能做到无动于衷 却很少经历侮辱 此时脸色胀得通红 柳福峰就这样沉默地看着他 玄规顿 乃上古法器 神明陨落后 世间只有一枚 宽怀清垂下谋 清亦 我对你很失望 如果楚清亦是一株顽强生长的野草 经历风霜雨大 始终屹立不倒 那柳福峰便是被众人呵护的柔弱莲花 一举一动牵动所有人的心脏 野草受了委屈 只能独自吞咽苦楚 而莲花受了一点搓磨 就会被无限放大 众人怜爱柳福峰 想尽设法替他恢复容貌 随着柳福峰的地位越来越高 野草逐渐无人问津 成为了不存在的透明人 偶尔人们聊起楚清亦 他们的语气充满鄙夷 会说 他是那个欺负小师妹 害他差点毁容的人 楚清亦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不像柳福峰 有那么多关心爱护他的人 十岁时 父母双亡 一路摸滚打爬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一个凡人出身的弟子 入门便是外门 花了一百多年拼搏至今 背地里不知吞落多少眼泪 才能成为南门月的清传弟子 他的今日成绩 要比旁人付出加倍的努力 早些年 一天睡的时间甚至不超过两个时辰 咬紧牙关拼了命地往上爬 被妖兽打折的骨头至今还隐隐发疼 治愈这类慢性商要花无底洞的零食 他把仙门当家 为仙门奉献了数不清的宝物 自己却心疼这些钱 忍着疼不愿意花零食 这些付出像个笑话 昔日受人尊敬的师姐 如今人人排斥厌恶 是他为心机深沉的怪物 他们纵容疼爱柔弱小师妹 夸他温柔得体又善良 时常拿楚清亦跟他比较 楚清亦忍耐了一日又一日 盘算或许时间久了 谣言便会渐渐不攻而破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玄规顿属于他 他的自尊心也无法允许自己低声下气 请求柳福峰 让他放过他 所以只能等众人遗忘 直到有一日 小师妹害死大师姐 楚清亦的底线被打破 终于忍不了了 大师姐是引荐他入门的人 财貌双绝 不仅拥有名利赵人的相貌 更是赵齐州长老最看重的弟子 受同门的尊敬 平日大师姐事务繁忙 没有多余的精力关心他 但只要楚清亦开口请求 他一定放下所有事情 尽力帮忙 如今楚清亦处境艰难 大师姐是先门唯一带他如从前的人 唯一站在他这边的人 如今 这位和善可亲的大师姐死了 尸体残破流血 躺在楚清亦的脚下 他来得太迟 甚至无法阻止柳福峰动手 楚清亦的胸口涌上了冰冷的愤怒 全身颤抖 而柳福峰站在一边 露出无辜可怜的表情 短短半盏茶 楚清亦回顾这些年 终于幡然醒悟 意识到这个女人的威胁性 只要留她一日 她的生活永远无法平静安宁 楚清亦慢慢抬头 眼神流露出惊心的杀气 柳福峰似乎被吓到了 不知装的还是真的 短刀光当一声丢在地上 她一脸震惊五唇 抱歉 楚师姐 我不是故意的 大师姐拿剑站在身后 我以为她要袭击我 楚清亦的耳畔嗡鸣 此时听不见任何人的解释 她讽刺地勾唇 眼神仿佛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 凛冽的长剑渐渐显现 无声停在半空 周围的空气因灵力波动 出现短暂的扭曲 她一声不吭 身形快如闪电 冲到柳福峰的面前 两人的脸几乎碰到一起 剑只有一寸距离 千军一发的时刻 南门随众多弟子飞到现场 她见到这一幕 脸色大变 不问事情经过何起因 毫不留情隔空甩出一柄剑 打飞楚清亦 楚清亦整个身体飞了出去 撞她一片墙 五脏六腑疼痛至极 血腥未涌上喉咙 她控制不住吐出一口血 抬起头 咬牙恶狠狠质问师尊 师尊为什么要救她 大师姐被她杀死了 南门月打量柳福峰的表情 柳福峰恭恭敬敬办跪行礼 及时将起因后果告诉她 这是一场误会 她言辞诚恳 楚楚可怜 听的人忍不住相信她 南门月思寸片刻 叹息道 柳福峰体弱 遇见风吹草动胆战心惊 一时慌了神 她与袁淑无恩无怨 并非故意杀人 罪不至死 押送承戒堂 打一百鞭 一百鞭 一个休士半月就能痊愈的惩罚 楚清亦大笑 就这样 她的发丝随风舞动 眼里充满了力气和疯狂 南门月被弟子冲撞 拧起眉目 面容不渝 身旁的弟子察言观色 立刻怒吓 够了 楚清亦 难道你要小师妹陪葬 才满意 陪葬 不够 楚清亦想要将柳福峰千刀万剐 她夺走了她的心上人 害她被冤枉 害她的名声一落千丈 被众人鄙夷厌恶恶 甚至连唯一疼爱她的师姐都死了 她不杀了她 难消心头之恨 楚清亦发誓要为大师姐报仇 为此寻找一切动手并且脱身而出的机会 柳福峰体质弱 杀她轻而易举 但她众星捧月 身边时常围绕成堆成堆的朋友 楚清亦显少有机会碰到她哪怕一片衣角 她伺机而动 如同密林暗处一只蛰伏的野兽 紧紧跟紧猎物 过了一段时间 她寻到机会 宗主机缘得了一朵书与花 书与花无与伦比的珍贵 可以帮助修士突破境界的平台期 宗主临近渡劫期 书与花用处不大 她大方慷慨把花送给小师妹 楚清亦悄悄在花里下了毒 扬眉吐气等她暴毙 一日消息传遍宗门 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她想看看那些弟子伤心痛苦的脸 就像她曾经经历的那样 然而她失算了 一切计划付诸东流 没等到这个好消息 自己莫名其妙死了 楚清亦勉强维持元神的形状 靠墙站着 低头注视自己冰凉僵硬的尸身 眼神茫然不甘 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 楚清亦仔细回忆昨晚的经历 昨晚有时 灵霄宗举行了一场轰动的宴席 宗主之女苏琉璃突破驻机器初七 广大贵胄弟子纷纷庆贺 半个灵霄宗的修士都被请了 大部分空手房间的是那些凡人出身的修士 比如楚清亦 原本柳福峰跟楚清亦一样 凡人出身 与世家大族不是一路人 然而她受人喜爱 颇得同门青睐 所以也在苏琉璃的邀请名单 楚清亦不出所料 趁柳福峰出门参加宴会 楚清亦收敛修为 偷偷摸摸潜入她的房间 使用磨成粉末的银环丹 神不知鬼不觉 给淑宇花下了毒 弟子住所的山峰 最外层布置大城七法修设立的保护结界 坚不可摧 世上可以突破大城七法修结界的人区只可数 即便妖狱的妖皇强攻结界 也会受到严重的反噬 还会惊动所有人 所以 许多弟子松懈防护 很少在房间外面设下另一层结界 这才让楚清亦行动自如 一举成功 当夜 他心旷神怡地返回清坛殿的房间 脚步轻松 解决了一个大祸患 他扑到床榻间 一时半会激动地睡不着 清坛殿的食堂十二个时辰开启 弟子们任何时候想吃饭喝酒 可去食堂用餐 如果懒得动身 可以花点钱拜托厨房里的杂役 请他们帮忙递送食物 楚清亦平日生活节俭 能省钱便省钱 剑修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除了日常生活所需以外 还需要买符纸 传声令 丹药等等琐碎的东西 修理剑气是最大的开销 然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成功铲除仇敌 格外大方奖励自己的辛劳 请杂役帮忙送了一碗最爱喝的梨汤 梨汤甜滋滋的 喝了一口 如果此时楚清亦是人 后背恐怕情不自禁 生起一阵冷汗 梨汤有毒 楚清亦苦思冥想 谁给梨汤下了毒 屋外的弟子们的议论声忽然停了 宽怀轻盈着弟子们的目光进了门 他的表情缺乏耐心 仍顽固地以为楚清亦在装死 伸手推了推他的肩膀 尸身却一动不动 渐渐的 他发觉异常 表情疏忽变了 楚清亦对他的厌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此时已经懒得看他了 冷笑出门 一定是柳福峰发现他的计划 一不做二不休 把书与花混进梨汤 他的猜想是否正确 柳福峰到底有没有暴毙 以原神之躯 正大光明进他房间看一看 一切真相大白 楚清亦迫不及待转身 往柳福峰的极乐垫飘 刚飘出门 却见一阵风掠过 一道青色衣裙的身影与他擦肩而过 来者是柳福峰 大约从别人口中听闻了消息 脚步匆匆赶至他的房间 柳福峰平日打扮精致 干干净净 而现在竟然有些狼狈 单薄的裙子被汗水打湿 膝盖脏污 似乎是摔倒后沾染的泥土 他的鼻尖处也染上一道乌痕 顾不及擦拭了 一阵风似的冲进屋子 宽怀青脸色沉重 起身打算握住他的手腕 柳福峰无情甩开 这样柔弱的人竟然推开宽怀青十尺元 宽怀青的脑袋猝不及防撞到桌角 磕出大片的乌青 他的声音颤抖 小师妹 柳福峰恍若未闻 蹲下身 干净的指腹在楚清义的鼻下停留 呼吸没了 他抬头看着桌前融合了书与花的梨汤 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 那笑容扯得越来越大 平日他的笑是悠长的 像洗了三遍的茶水般淡 这会儿浓烈到滚烫 刺目 惊心 周围的弟子们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神情震惊 昔日友善的师妹 面对同门师姐的死 竟能大笑出声 这不像平日温柔善良的小师妹了 柳福峰哈哈大笑 拎起楚清义的衣襟 眼睛死死盯着他 壮似绝望的癫狂 楚清义 原来书与花被你下了毒 你又想杀了我 我恨你 我恨你 声音刻读到极点 他的谋底晦暗 滔天的恨意和悲愤 几乎喷波而出 楚清义早知他恨他 否则不会针锋相对 他心里又气又好笑 在一旁附和 巧了 我也恨你 弟子们已经接近呆滞的状态了 他们无措地面面相去 希望谁能站出来化解古怪的气氛 然而每个人都胆怯了 此时此刻的福峰跟以前不一样 有些吓人 福峰毫不收脸暴露出真面目 他维持多年的人设 因楚清义的死亡溃不成军 那双漆黑的眼睛腥红如血 彼此的气息交融 他周身淡淡的清茶香被血覆盖了 散发极为浓重的腥气 洁净的衣裳血迹斑驳 看不出原来清晰的纹路 四周惊叫一片 他置若未闻 对周围人视而不见 用尽全身力气把楚清义抱入怀中 指节逝去他唇边的血 如墨珠的瞳孔垂泪 你不准死 你休想轻易摆脱我 楚清义表情没有波澜 只觉得他依然在作戏 用这样虚情假义的表情 展现他对他的同门情义 令人厌烦又恶心 楚清义不想多看第二眼 他输了 没能成功杀死柳福峰 他彻彻底底输了 楚清义心若死灰地背过身 身后的福峰绝望地闭上眼睛 空气凝固 过了许久 再次睁开时 他的眸中金光闪烁 如壶面碎金的光芒 耀眼妖野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抬起手 桌子摆放的半杯梨汤飞入掌心 众人发出一阵惊呼声 来不及阻止 他仰起头 毫不犹豫 饮下毒汤 楚清义原本对着强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 世界咔嚓一声碎裂 他什么都没看到 须于肩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楚清义睁开眼睛 眼前的场景莫名其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时下了一场小雨 地面湿噜噜 窗外的微风送来混合泥土的腥味 周围明光正亮 人影传动 他的头疼痛欲裂 身体摇摇欲坠 记得刚刚是清晨 他待在自己的房间 地上躺着他冰冷的尸身 还有个该死的柳浮风在耳边叫嚣 这会儿怎么跑到大殿内 作为灵霄宗最锋利的一把剑 多年战斗的经验 使他无时无刻不警惕 他的手臂紧绷 牙齿下一时咬破舌尖 他平日警惕惯了 修真戒血雨腥风 凡间战火不断 腰欲虎视眈眈 十方大陆局势不安稳 尽管脑海混沌 忘记自己死了一回 却依然借助本能的行为凝聚心神 如果那些人影上前一步 即使他看不清 也会干脆利落动手 取走他们的命 好在视线逐渐清晰 一张娇俏的脸映入眼帘 楚清一顿时一正 这张脸 太熟悉了 苏琉璃 楚清一默念他的名字 收回杀气 不动声色观察四周的环境 夜晚 酒宴 宽袍大秀的人们 苏琉璃朝他怒目而视 手里拿着一根尾语 浑身气地发抖 而旁边的弟子对他指指点点 说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杀人诛心啊 看不出师姐的心思竟然如此恶毒 恶毒吗 许久没听过这个词了 结合场景 他不可思议地做出一个猜想 他好像回到了十年前 送苏琉璃生辰礼物 闹得满宗门不安宁的十年前 这是他第一次被骂同门恶毒 被柳福峰设下陷阱 彼时柳福峰刚入门 楚清义对他防备不深 甚至还抱着与他交好的心思 傻乎乎地凑上前跟他交流 女儿家的妆容珠宝 其实他个人因生活拮据 不太涉及这些费钱的东西 但姑娘总喜欢这些 为了拥有共同话题 楚清义抽空学了几日梳妆打扮 然后跑去柳福峰跟前 愁愁满面掏出他从缝露里 抠出来的零食买的白玉簪子 他满心欢喜 期望柳福峰能喜欢这份礼物 起初柳福峰似乎有些 讶异他的举动 片刻安静后 他抬头淡笑 捏住他软嫩的手心 露出一抹真诚的笑容 我很喜欢 师姐 楚清义忐忑的心终于落下了 输了口气 笑说 我亲自为你戴上 如何 柳福峰笑吟吟道 好啊 他的笑容几分真几分假 楚清义察言观色的本事欠缺 压根看不出他的异样 柳福峰进入仙门如鱼得水 他天赋高 体质差 所以修为始终停滞 然而各位同门对他依然亲近有加 像柳福峰这样存在感很强的人 一开口 自然而然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每个人都对他充满期待 不知不觉被他的言语行为牵动 楚清义觉得 柳福峰就像被群星环绕的月亮 虽然来路不明 却无法阻止他的光芒 楚清义出身不高 摸滚打爬付出了巨多的心血 才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不像柳福峰轻而易举获得旁人的赞叹 所以忍不住对他充满阴线 极乐殿内 珠莲和青纱随风晃动 屋内笼罩一股淡淡的青茶香 令人轻松愉悦 给柳福峰带好簪子 两人和和睦睦聊了一会天 交流珠宝环配的心得 当话题提到苏琉璃的生辰宴席 楚清义顺水推周道 听说师妹与苏琉璃关系不错 苏琉璃是宗主苏川之女 近日师尊闭关 要求我代替她参与生辰宴会 为她准备生辰贺礼 我不知苏琉璃的喜好 苦恼很长时间 今日与师妹相谈甚欢 忍不住斗胆多问一句 你知道她喜欢什么东西 柳福峰与她临坐 为她续上一杯新茶 手指缓慢摩缩杯身 但笑不语 楚清义正了正 以为她需要时间思考 继续耐心等待了片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柳福峰依旧默然不语 方才还与她相亲相爱 巧笑嫣然的样子 这会儿连笑容也吝啬了 楚清义碰了衣鼻子灰 深感莫名其妙 不知哪句话惹了她 正想走 伏峰喊住她 看着悲重的倒影 弯着眼睛道 方才沉浸思绪 还望师姐不要责怪 苏琉璃喜欢碧幕兽的尾语 碧幕兽 泪鸟的妖兽 绿铜蓝身 口吐人言 这类妖兽喜欢带在深山丛林身居检出 普通人难以见到他们的踪迹 楚清义认定了某个目标 便不会轻言放弃 每日奔波 爬山上树 搜遍灵霄宗与太极宗交界处的奇山 每个角落 却没有一处线索 幸好离苏琉璃的生辰还剩一月 时间还算充裕 又一日歇在野外 她与宽怀清通简讯 报备近日的行程 待结束闲谈 天越来越黑 夜晚的野兽出没 远处的树影摇晃 荆棘处想起一阵稀稀苏苏的动静 显得阴森可步 她面色如常 一个人独自待在树下 不觉得害怕 活了二百年有余 这种恐怖的夜晚 她经历了不少 甚至见过更加害人的场面 已经不像年纪小的时候 一看见妖怪 便吓得面色惨白 曾经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她年幼无知 遇到害怕的东西 缩起身体躲在父母的怀里哭泣 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没有了依仗的人 便要独自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她的修为越来越强了 身边的人却依旧稀少 屈指可数 偌大的仙门 阶级分明 凡人修士和修真世家出生的修士 隔着一个深深的天欠 凡人修士地位低微 对她又静又怕 而修真世家的规矩多 高高在上 她与那些世家子们格格不入 幸好还有袁淑和宽怀 情愿意待她好 楚清义的思绪晃了晃 荆棘边忽然冒出一簇绿色的圆形 珍珠大小的光 闭目兽 她困倦的眼皮跳了跳 立马拔剑 剑光映出她果决的神情 如油龙惊起气流的震动 荆棘丛蜜密密麻麻 视线受阻 几个隔空挥动的剑光滑破空气 巨大的力量破坏荆棘丛 只听藏在深处的闭目兽哀嚎一声 荆棘丛被整齐劈成两三节 闭目兽却还苟言惨喘 她凶性大发 露出锋利的牙齿 用尽全力朝她扑过来 试图一口咬断她的喉咙 楚清一步步后退 悬身避开她的突袭 闭目兽娇小的身体暴露在空中 她的眼神平静专注 灌入灵力挥动恋妖剑 往她柔软的腹部轻松一挑 滚热的血飞溅至脸颊 闭目兽摔落在底没了气息 她没来得及抹血 蹲下身观察尸体 有些奇怪 闭目兽圆形娇小玲珑 力量薄弱 然而她还有第二种形态 妖力一旦激发 身躯便暴涨至人的两倍大小 凡人恐惧 修士也颇为棘手 曾有不少人丧命于她的腰爪 她来骑山之前 做好大战一场 流血负伤的心理准备 如今战斗太轻松了 她一时想不通 仔细查看闭目兽的身体状况 这只闭目兽骨头禁断 筋肉深处的骨缝扎进树根来路不明的钉子 可见楚清一打死她之前 她受过修士的重伤 力量枯竭 这才轻而易举打败她 闭目兽全身是宝 找个时间去黑市卖了 换取零食 之后的生活费不用担心了 她喜滋滋地减了个便宜 拔了她的尾羽 把她塞进乾坤袋 楚清一相信自己的判断 她活了两百多年 一直专心修炼 极少参与修士间的争斗 心思浅 便把这些推到自己运气好的原因 过了几日 苏琉璃生辰彦来临 众多弟子各报心思 送上贺礼 有的修士为了讨好苏琉璃 获得更多晋升的机会 有的是她的亲朋好友 随手一件宝物 是某些低阶修士一辈子望眼欲穿 得不到的珍贵东西 还有的人比如楚清一 师尊要求她做什么事 她听从命令 赴汤蹈火也会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比想象的更艰难 苏琉璃的婢女拆了包裹 五嘴惊叫 引起众多宾客的注意 楚清一表情茫然 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他们看着包裹里的碧木兽 尾羽 脸色奇怪 议论纷纭 这跟尾羽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一名刚入门的弟子问道 你不知道 苏琉璃的亲生母亲 被碧木兽吞吃了 从此苏琉璃恨碧木兽入骨 追杀百年 至今还未找到凶手 她一看到跟碧木兽 有关的东西 就会茶不思饭不想 回想母亲死去的惨状 宗主无奈 夏琳要求所有弟子 不得在她面前提起碧木兽 不能让苏琉璃看见碧木兽 这弟子竟然把她最讨厌的妖兽 维宇当礼物 不知故意冒犯 还是无心之过 她入门都两百年了 难道不知道宗主下的命令吗 我看 她存心触犯宗主大忌 让苏琉璃伤心 苏琉璃拿着尾羽 哭得梨花带雨 两行泪打湿了鬓角的发 妆也花了 这场宴会的热闹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楚清义 或者说重生的楚清义 她捂住头 神情烦恼 宗主二百年前年前下的令 而她那时方入门 才十岁 外门弟子势力 喜欢欺负弱小无助的新弟子 她一个人磕磕绊绊长大 被人冷落欺负 根本没有人告诉她这种事情 楚清义想起一些过往 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此宴会后 她惹怒苏琉璃 从此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同时柳福峰暗中推波助澜 她在凌霄宗举步维艰 受尽委屈 南门越是她的师尊 有一日向她求助 希望她能给他庇护 她却冷然拒绝了 如果你没有错 他们为何针对你 不去针对其他人 你仔细反思自己的过失 不要辱没了凌霄宗的脸面 那时楚清义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 一个人呆呆坐在院子的桃树下 撑腮思考 难道她真的哪里做错了 如果没错 为何他们都要欺负她 为何师尊笃定是她的问题 她坐在树下无声流泪 开始想念凡间与父母相伴的生活 师尊一心修道 对她这样冷淡无情 终究跟父母不同 国破家亡前 她的爹是封灵城的一城之主 她是城主的千金 锦衣玉石 朱翠罗衣 不曾受一丁点的苦 只要有人欺负她 爹爹替她找回公道 娘亲温柔 手心柔软温暖 如果她摔跤了 会把她抱在怀里安慰 轻轻拍打她的后背 她无忧无虑活到了十岁 十年那年 生活翻天覆地 十方大陆盘踞两个大国 彼此忌惮 试图吞并对方 一国的武器不及楚国先进 土地不如楚国肥沃 可她的杀伤力强大 拥有数十万威猛骑兵 他们擅长骑马战斗 跨越严金险道 一路横冲直撞 攻巡城 拿下风陵城西边城镇 十万敌国士兵围攻风陵城 父母二人死守最后一道防线 旗下万兵壮烈牺牲 无意生还 风陵城被攻破 一国士兵长驱直入 不到三日 国军以及宫殿所有人诛尽杀绝 楚国覆灭 父亲大战前安排部下保护她 可惜国家动荡不安 她与部下失散 从此流离失所 辗转各地 幸而袁淑游历各地 与楚清一相遇 她不忍十岁女孩送入菜铺 花了一两银子买了她 将她送入灵霄宗外门 楚清一捡回了一条小命 格外依恋袁淑 袁淑待她极好 经常去外门看望她 教导心法 只是她太忙了 负责宗门对外事务 要和其他宗门举办切磋交流的鄙视 还要跟随宗主和赵齐周长老 接待远道而来的有宗道君 楚清一不想打扰她 袁淑有她的烦恼 每个人要走自己的道 经历一些考验 她仍无法替代 一直寻求别人的帮助 她永远无法成长进步 所以很多时候 宁愿独自承担风雨的锤炼 她费尽心思提升力量 越来越强 从血海里走出一条万众瞩目的剑道 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 然而小师妹入门 她才明白 有些人天生与众不同 她兢兢业业成为一名宗门的剑 而有些人展露极某乖巧的笑容 每次同人说话 便有无数人抢着要和她结交 楚清一难免艳羡 生活在她的无知无觉下 渐渐产生偏移 曾经茫然不解的楚清一不知未来的变化 顺其自然 不做任何弥补的措施 现在她重生回来了 终于幡然醒悟 画动飞蒙的大殿 生辰宴会灯火辉煌 堪比白日般耀眼 闭目兽的维宇在此刻意义发光 漂亮的不像话 是她面临非议的罪魁祸首 众人的神情一览无疑 久过三旬 他们眼里已有几分罪意 或看戏或好奇 看着苏琉璃与楚清一对峙 这一刻 是她人生转折的起点 是她逐渐走下坡路 被人指着几两鼓骂的开始 楚清一的神情不露端倪 在场的许多人全是滔天 境界高深 谁都能轻易毁掉一个没有根基的修士 就像捏碎一只蚂蚁般简单 然而苏琉璃才是事情的关键 如果两人没有交恶 柳福峰只是受宠爱的弟子 他没有权势 没有力量欺辱一个道君的清传弟子 楚清一面对苏琉璃的愤怒 表情平静毫无波动 他不会再像上辈子一样 默默承受黑锅 更不会容忍有人踩在他的头顶陷害他 他要想发射发办法解决碧木兽引发的恶果 苏琉璃盯着沉静的楚清一 植骨发力 几乎捏碎手心的尾羽 二百多年前 娘亲陪伴他下山游玩 碧木兽突袭他们临时居住的府邸 这只碧木兽比以前碰到的更厉害 拥有五千年之上的修为 锋利的牙齿和爪子 轻轻松松包开人的肚子 在场的所有保卫都被他吃了 娘亲是灵霄宗数一数二的高境界 曾经与十几个元英七的修士战斗不落下风 然而他竟然难以在碧木兽的墙席下脱身 苏琉璃那时吓得脸色苍白 要上前帮娘亲 娘亲把所有的珍惜法器抛了出来 含泪让他快跑 他的修为才练气 知道没有别的办法 亮亮呛呛哭着往远处逃 足够远了 他战战兢兢地发抖 满心期待娘亲战胜他 然而回头的一刹那 他瞥见了碧木兽低下脑袋 咧开嘴 一口将娘亲咬成两截 鲜血飞溅 他看清了他的牙齿 缺了一颗 看清了他的脑袋有一簇小小的红毛 娘亲去世后 他满怀仇恨的怒火 率领一干修为精湛的弟子 踏遍凡间 腰狱 骑山等地 搜寻那只杀害亲人的碧木兽 可惜始终找不到踪迹 碧木兽就向人间蒸发了 过了许多年 娘亲的死见见成了苏琉璃心中的结 一旦他听到碧木兽这个词 看见他的画像 眼前总会浮现娘亲被吃掉的一幕 他愈奋交加 身体日渐消瘦 等宗主发现的时候 他的情绪接近崩溃了 宗主下令 销毁碧木兽的全部画像 严禁弟子谈论碧木兽 碧木兽 是凌霄宗的禁忌 众人讳莫如深 楚清义留了个心眼 细心聆听众人的议论 支言片语的内容为他解开困惑 终于明白为什么苏琉璃反应如此激烈了 上辈子他一知半解 柳福峰那时才入门 表现得乖巧可怜 所有人都被他骗了 包括楚清义 他当时还以为柳福峰也搞错了 秉着一人犯错总比两人受罚要好 稀里糊涂承担罪名 这辈子不能再这样受人摆布了 可仔细想了想 失去母亲的痛苦曾经也经历过 解开一个女儿的心结 最好的办法是他的母亲重新复活 然而死去的人怎么可能复活 次要的解决办法 为他的母亲报仇 杀了罪魁祸首碧木兽 楚清义不确定 乾坤代理庄的碧木兽 是不是那只五千年修为的碧木兽 五千年修为 如果是他 他绝对打不过 早就被他吞吃了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过了片刻 有人来搀扶苏琉 苏琉一只手搭在别人的臂弯上 眼泪掉得又急又快 你是谁的徒弟 竟敢在我面前放肆 拿一根碧木兽的尾羽来扎我的心 你存的什么心 苏琉琉平日性情还算平和 他身份高贵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知书达理又多才多艺 鲜少与人发生争吵 说话轻声细语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公众场合发脾气 楚清一决定开口解释 总比上辈子沉默背锅强多了 他斟酌用词 垂谋道 师尊吩咐我为苏姑娘置办生辰礼物 弟子两百年前入门 素来专注修炼和做任务 极少参与这些事物 经验不足 不懂其中的门道 幸而柳师妹悉心指导 这才享用维于讨苏姑娘的欢心 她的语气从容 态度不卑不亢 字字清晰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没有一个字指责柳福峰 却字字透露出柳福峰故意陷害她的信息 苏琉璃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她仍在掉泪 却还能反复深吸气 克制怒火道 柳福峰在哪 大殿宽阔 柳福峰站在某个地方的角落隔岸观火 这会儿众人复杂的目光移向她 她丝毫不见惊慌 长劫轻轻扫过楚清义的脸 端详了一番她的举止 竟觉得她好像哪里不一样了 按照她的推测 楚清义心思简单 把她当成了小师妹一样爱护 一定会主动承担罪责 然而她还算聪明 竟说出了真相 避免了一场祸事 预料的发展出现了小小的偏差 柳福峰微微勾起唇 表情依然坦然镇定 实在太坦然了 坦然到仿佛这一切的源头不是她的问题 楚清义知道她的心计深得令人难以置信 所有人都被她装出来的纯洁良善给骗了 这会儿依然不免被她的演技给震了一下 柳福峰走近 清茶的香气淡淡弥漫周围一小片空气 也不知她是不是故意 偌大的地方非要走到她的身侧 楚清义简直烦透了 忍无可忍往旁边挪开 柳福峰像看不见她的动作 躬身朝苏琉离行了一礼 苏师姐误会了 她抬起脸 一侧是刻意远离的楚清义 另一侧是灯盏致放的南原海产出的银润珍珠 鸽子蛋的大小 散发的优柔光环恰到好处照到她的脸 她的肤色呈现清透干净的白 那双略微狭长的黑色瞳孔掺杂了一点金 站的位置巧妙极了 这盏灯简直像专门给她增添美貌 诸多弟子一看眼睛都直了 柳福峰话还没说完 旁人就开始替她争辩 苏师姐别听楚清义瞎说 她冒冒是失闯祸 还将错误推托到柳师妹身上 可见为人歹毒 柳师妹秉性纯洁 冬日经常耗费灵力 施展火术 给弟子们的暖炉增加燃料 这样良善助人为乐的人 怎么可能明知故犯 故意伤苏师姐的心呢 楚清义面色变得一言难尽 这些人连事情的原委都不清楚 更没听柳福峰开口辩论 便妄下结论 伤人的话她听了许多年了 此刻仍然忍不住心里冰凉 苏琉璃倒没管别的弟子掺和 一心盯着柳福峰 你有什么话要解释 柳福峰微微一笑 闭目受尾语的见义 确实是我所言 此话一出 满堂皆经 响起一阵倒吸气的声音 连楚清义都猛了 她用古怪的眼神上下打亮柳福峰 仿佛眼前的人是假的 设想中 只要她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至少有九成的把握 将这葬水重新泼回柳福峰的身上 因为这件事确实因柳福峰而起 楚清义被她下了套 灵霄宗探查真相的手段多如牛毛 运用测谎的法器 苏琉璃就能发现楚清一所言不虚 还有一种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法子 让宗主亲自施法 探听她灵石里的记忆 那么柳福峰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柳福峰心机深重 善于欺骗别人 众人印象里 却是完美无瑕 纯白如雪的人 一旦公布真相 昔日有多受尊重喜爱 反噬就会更加强烈 只要楚清一步向上辈子那般天真 替她主动遮掩真相 柳福峰的处境 极有可能沦落到人人嫌弃的地步 此时此刻 柳福峰否认也罢 承认也罢 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 更控制不了接下来的发展 然而 柳福峰主动承认错误 把罪名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楚清一内心惊涛骇浪 怀疑她的目的 目录警惕 柳福峰言语平静 继续把下半句话说了下去 我知苏师姐的母亲因闭目受遇害 心结颇深 便与师姐分工合作 齐心协力寻找 我们合力杀了她 为苏师姐的母亲报仇 苏琉璃呆了 美目睁圆 楚清一冷笑 这可是五千年修为的妖兽 两个金单七的修士 去了就是给她送菜吃 尸首还在楚师姐的乾坤袋里 柳福峰看向她 话都到这份上了 人人看向楚清一 都在等待她的下一步动作 楚清一不得不从乾坤袋 掏出那只死了好几天的碧木兽 柳福峰还在笑 浅浅地笃定地笑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哪怕发展稍微偏移 她仍然能剥回原位 苏琉璃蹲下身 剥了剥碧木兽的嘴巴 一排尖锐的牙齿映入眼帘 她仔细瞧了瞧 眸中含了惊喜的泪 是她 是她 她跟坐在高位观察 他们的宗主遥遥相望 声音几乎破了音 爹爹 是那只害死娘亲的碧木兽 风浪暂时平静了 一场因碧木兽引发的骚乱 一个庆贺苏琉璃生辰的宴会 忽然变成了宗主妻子 大仇得报的庆贺典礼 人人恭贺宗主和苏琉璃 宗主大悦 夸赞二人功劳 吩咐手下为他们送上库房珍贵的宝物 赏赐楚清一一本完整剑修心法洛书密图 若干作用各异的宝珠 旁边的剑修看到这本心法 眼睛都红了 这可是极为珍贵的高阶藏书 至今拿到她的修饰 整个仙门不到十位 洛书密图提高修炼的速度 加快领悟的能力 旁人为了长一点修为拼死拼活 洛书密图拥有者则像开了挂 不存在瓶颈这种东西 修炼道路顺风顺水